几十年吧 我从这个职业 我的学生呢 首先一个选财 教育他 这孩子适着财了 你就好教育他 第一 你要明确你这学生干什么 是 健身 愉乐 提高身体素质 刚才我说那几项 反正不是你练了 拿这个去 你强压弱去欺负别人的 或者作为打架的手段 争斗的手段 那就不对了 我这个干了 可以这么说 几十年干了一辈子这个摔跤 开始自己练 后来是教学 几十年 我敢讲 最好有接触我的男孩子 就是摔跤的孩子 首先一个勇敢完娘正派 一来就打架 这孩子打架啊 这孩子 是您传递他们的正能量 正能量 然后他们在摔跤之中啊 断练 发挥这个正能量 顽强不怕苦的精致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是要今后要搞工作呀 说在工作上遇见什么困难了 他们都不怕 对 能够自我提高 你在小时候摔跤 跟你教练 在石上海 学了也睡觉了 不管你遇用什么困难 你都能克服 又能抑制品质 又勇敢顽强 不怕困难那种精致 其实睡觉呢 它本身就是一种勇敢者的项目 是 真正的 你说你还救我给打架 那才也睡不怕 是 而且您手里的骨铁也好 还有您的地质的 您的骨铁也好 都是有大财的 倒不是 也有很多 那摔跤的 一般的那个 我交台的选财很多 是 这孩子有毛病 嗯 有毛病不怕 他能改 靠打架 摔跤的目的不是打架 你要打架 你别练了 那您看这孩子的年龄的话 就是初学摔跤是多大岁数合适的 你能十三次 发育得成熟 这次差不多了 接受能力 嗯 你太小了 十来岁 有点太小 是 有点小 他这个 接受能力差 没错 接受能力差 可以练基本功 十几岁吧 可以练基本功 嗯 腰腿功 摔跤是一个综合的体育项目 它跟跑跳不一样 跑跳主要是练速度 跑的速度难 这个 它那个 举重主要是基本实力 那个 你那个 足球 它主要是腿部力量 腿部领面反应等等的 你要拳击 主要是上着这个 它各不一样 摔跤不然 嗯 上中下三盘 都得合一 都得要来 全身的运动 这摔跤呢 它是全身的运动 上中下三盘合一 手势两三门 全凭腿迎人 我们要有功夫 有功夫 你才能办得 才能有力量 你才能 才能灵敏 是 拿来我用 随时想 当时就是 我小属于别的 大手就来 还等 是 它才能在实战 而这摔跤真是实价实的 这像我看到一句话 排上一分钟排下十年功 你摔跤呢 嗯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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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 不是三年把 是当年交 当年 一年一年你连门都不懂 你连门都摸不进去 是 手势两三门 全凭腿迎人 你能把这两三门 随时能开能关 手法要 迎敏 嗯 要有力量 要有反应 是 而有技巧